这到底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相信郑宏应该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比如在贴吧里也好 在微博里也好 尤其是拿两个艺人相比较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郑宏和谁 比如说好 我说郑宏是中国版的Adel Adel这个歌迷又在这 有没有相互比较 怎么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例子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不过我觉得其实 就是观众他们看到的 然后包括说他们体验到了 想要表达出来的心情 我都可以理解 因为如果说我换成他们的立场 我也会 我也有可能会去做同样的事情 去说同样的话 所以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去看评论 或者说去看他们的想法 一部分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从中看到一些 对我有帮助的一些批评也好 赞美也好 我可以就是比较折中的那种 去就是汲取里面的一些 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一次来 比如说可能会有人说 今天的发型好像有点怪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就会在下一次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 更加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会尽量避免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鞭策的一个途径 好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互动 能送我一张官方主持 能送我一张签名的EP吗 我也很辛苦 在这里 我相信 郑红如果答应你了 那其他的网友就会纷纷的冲过来 觉得怎么样 你看不要跟我们抢之类的就来了 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提出你想问郑红的问题的话 我们将会在这些网友中的挑选出来 或者抽选出来送你的EP我也要 天呐 现在整个要EP的已经在不停的刷 对啊 已经这个刷成一片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哎呀 我真的很想买一箱的EP送过去给他们 嗯 我真的刷得好快啊 天呐 求EP 那个叫什么 那个回忆的什么什么 回忆你的小孩 对对对 他一直说求红 求红 就是什么 求EP啊 求EP 我眼睛都化掉 可以说看到我们这个 我真的很想给你 但是 但是我的 我一定要先留下来 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 你们只能往后排了 我们录完节目给你 这个网友已经说了 已经被郑红在名字里 直接 这个节目里直接点到名字了 自己什么感觉 刚才叫什么 回忆你的小海 什么感觉 郑红说 我好想给你张EP啊 小海同学 有什么感觉 嗯 跪求EP 现在已经刷成一片了 基本上 刷得太快了 都是 好的 我们将会 我再次重申 我们将会选择出部分网友 送给你一批 有这个郑红的亲笔签名 送给你们 你们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赶紧把他名字记下来 然后到时候就挑着他送 记忆里的小海 天哪 你真是今天最幸运的一位 赶紧私信联系我们 想和郑红亲自啊 为你送上了一张EP 这个这种感觉 跟偶像互动感觉真超嗨 来到我们夜唱啊 才知道 我还可以这种方式和我们的偶像 偶像会叫出我的名字 天哪 这种感觉 现在觉得以前 我们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的称呼 郑红吃饭了 哎 好了 郑红上课了 怎么今天又没上课去啊 之类的 之类的 对 但是今天啊 很多粉丝来在这里求EP啊 或者说来支持你 这种感觉 有没有什么 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 完全不一样 对 有什么影响吧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看这样子 心里非常爽 没有觉得是粉丝 我觉得就是 觉得很想是朋友 我其实很希望他能够 就是我可以亲自送EP给他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真的很感谢他们在这边 支持我 然后想要我的EP 我会一直求着主持人 要把你名字记下 把这EP送给你的 天哪 这么多会送到手抽筋吧 我相信这是小海同学 这个周末啊 这个这么多年来 这个周末 应该是最幸福的一个周末啊 我特别喜欢郑红 而且他在节目里 点着我的名字说啊 送一张EP给你 天哪 这种感觉真的 还在一直说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小海 你能不能说句话呀 小海 郑红已经答应送给你一批了 好 我们也会通过节目组来送给你 好不好 你有什么祝福的话 和想问的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也会带你们郑红 但是在这里看到我们 永远的支持大麦啊 这种感觉 可能相当的嗨了 对不对 其实他们要刷屏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有一些 就是粉丝 会不会在上面看到我呢 我觉得很好奇 他们就是在看你啊 很好奇 像马丁迪啊 然后拽拽 他们会不会在上面 粗粗啊 有一些就是经常在我们上面 然后经常看到他们 很活跃的那些粉丝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 会不会在上面看到我 应该会吧 而且他会慢慢的 来表达对你的情 感谢观看